問一下靜庭 你說 柯文哲案 從精華城之後 然後一波未平 一波又擠 風波可能沒有那麼快平息 這兩天好像又有最新的變化 是不是 我覺得說這個看新聞 看看就好 真的先提醒大家不要太投入 比如說可是最近我碰到 出門在外 不管到哪裡 都會碰到人家問我說 你覺得柯文哲會有事 他都已經關在裡面了 你問我他有沒有事 他當然在裡面 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包括他自己的未來 當然大家會對柯P比較覺得 很訝異 影響他被收押的 這個最重要的案子就是 金華城 那這個案件最新的一個狀況 有可能會變成破口 就是有一個先生叫做朱雅虎 以前是那個台北市任 我當過殯儀局局長 他是一個軍人少將退伍的 後來到了這個民間公司 也就是威京集團 他們去當他的子公司 頂月開發的董事長 他前幾天 前兩天被收押了 他被收押了之後 他也承認他行賄 這個破口耶 確定有承認行賄 他說他對於法院裡面的 申押申請書 就是申請要積壓他的申請書 裡面所載明的他的罪狀 他都沒有否認 他都承認 但是因為這樣子 這個法院還是准與檢察官的申請 把他給積壓了 積壓了之後又認為說 他的家人幾乎都在國外 認為他可能有逃亡國外的能力 然後而且在外面可能會串貢 所以還是決定擠壓他 那其中有一個柯P的最重要的 他的老同學 他高中同學 又是大帳房 當過柯P在台北市市長辦公室 市長市主任 也當過這個優柔卡捷運公司的 這個董事長 對他的地位相當重要 後來又在總統大選 今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幫他負責這個 成立木可公關公司 後來有成立這個 相關的這個 眾望基金會 就是民眾黨相關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組織 所以這個人叫李文中 被視為是柯P的大帳房 就是他的掌櫃 那他也被收押了 但李文中他否認收匯 這個部分是跟朱雅虎不一樣 是朱雅虎承認李文中否認 但李文中否認 可是檢方還是這個 掌握了很多的相關的基證 然後包括最近在這幾天 也是網紅啊 跟一些這個民意代表 議員有爆料說 這個當時發現二零二零年 柯文哲在決定要幫助 這個微經集團的時候 要下調子 下指示 說把那個金華城的 這個開發案 農居力提高 那些相關的這個會議 交由這個都委會 去決定的時候 裡面呢 大概二零二零年的 三月二十四 到三月二十五 二十六 這兩三天 大概有七個 金華城的這個員工 微經集團的員工 這個捐政治獻金 到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 平均一個大概三十萬 七個人加起來兩百一十萬元 當然這是市議員跟這個 網紅的他有去爆料 他時間點都寫得很清楚 有帶檢察官去抽屍剝檢 而這個金流能不能跟柯P 被收押最後那個對價關係 就有可能成為檢察官 你要去追那個金流 因為以柯P的現在的狀況 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他到底是圖利還是貪污 就要看他有沒有找到 柯文哲跟他的家人 像陳佩琪女士 或者他的相關的這個人的金流 這個金流就很重要 如果有轉到金流 再加上蔣承認行賄的話 那個可能貪污罪就跑不掉 對啊 你看你碰到路人 都問你說他會不會有事 對 其實有事 不是說他現在被收押 是說他如果這一次 如果說沒有事的話 他願意的話 那他接下來選風暴 對不對 可是所以人家說 還會不會說是 到時候真的會關起來 或有沒有可能東山再起 或者以前哪位政治人物 遭遇這麼大的政治風暴之後 還能東山再起 我跟大家講還真的有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傅昆琦 他現在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也是國民黨的立法院 黨團的總召 帶領著五十幾個 國民黨團的立委 要跟這個民進黨在立法院 做這個朝野的這個 對議或者是對抗也好 還是有一些權利的 大家當然有些人 不可諱言 還是有些人會不喜歡他 但不可不承認 你們不記得他曾經坐牢 做過兩次耶 他在親民黨立委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個很有名的案子 一個是燕麗應該知道 颱鳳案 另外一個是 核基電線電纜公司的 這個賣股條的這個炒作股票案 那個是核基案 核基案那個案子 也是炒股的一個案件 他這個案件就有坐牢 坐八個月 那他是花蓮縣長 要解職 那時候他從2009做這個縣長 到2018年那個時候 他做縣長被解職 那很誇張耶 而且任期快滿了 後來中央政府就指派 他在縣長任內被解職的時候 人家就講說 你完蛋了 政治生命沒了 結果他就去坐八個月牢 坐八個月牢之後 2020年他再去選立委 選立委的時候 竟然給他選上 而且打敗的是誰 我們現在的副總統 蕭美琴 蕭美琴那時候是立法委員 他要連任 在連任的選舉 2020年竟然被傅昆吉 出獄之後的傅昆吉給打敗 那出獄之後傅昆吉打敗蕭美琴 那覺得說那應該傅昆吉很OK 他政治又整個 沒想到在2020年 他因為我剛剛講那個颱風案 炒作好幾個公司 跟古世民黃任中 那個借貸的案子很亂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有炒股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結果當時他要判兩年 又被判這個判刑定義 兩年四個月 又要坐牢 就直接在花蓮坐牢 可是坐牢的時候 那個他的立委 他在花蓮服刑 但是他的立委的身分 並沒有把他恥奪公權 所以他是用立委的身分 進去花蓮監獄裡面服刑 然後不久之後 他這個表現良好 在監獄裡面 然後假釋出獄 假釋出獄之後 後來在2021年一出來 你看一直到現在 而且不只一個案子 他的司法案子真的很多 當時他當花蓮縣長 為了用他老婆 就是現在的花蓮縣長 徐真衛當副縣長 兩個人講好假離婚 假離婚之後呢 然後第二天 他就任命他老婆當副縣長 這個案子馬上被這個 監察院糾正 然後也被這個人家檢舉 然後也告到法院去 然後就說他們偽造文書 兩個人 兩夫妻也被判刑 一個兩個月 一個四個月 然後可是可以一顆罰金 所以你看兩夫妻 現在那個老婆徐真衛 還是花蓮縣長 就算曾經副縣長 偽造文書罪 被判刑 然後一顆罰金 他還是縣長做得穩穩的 只是這個 再兩年就卸任了 那傅崑綺還是立法委員 所以才有人稱呼 傅崑綺跟他們家人說 簡直是花蓮王 經過了法律這樣子 然後被剪掉 這樣子弄下去 然後又收押 然後又搜索 那最後還竟然又可以 東山再起 還可以掌握大權 所以從命理上來看 大家千萬都不要放棄 我覺得 所以小草們還是要有希望的 我覺得你們這個朝代好亂 那個嘉慶年間 都沒有那麼亂 你們嘉慶年間 直接脫去砍頭了 對不對 你們嘉慶年先要改進 你們這個朝代要改進 剛剛有一張柯文哲的照片 拍得很清楚 他這個面相 他的老韻會怎麼樣 是 好 如果說看一個人的面相 來講話 大家每個人都適用 那如果以柯P的這一個 面相來看的話 一般我們講老韻的話 你要先看一下 面相的三挺 面相三挺是什麼 從我們的髮際線 就是額頭這個位置 髮際線到眉毛這個地方 是要上挺 然後眉毛呢 到鼻頭這個地方呢 代表中挺 中挺 然後他的鼻頭到下巴呢 代表下挺 好 所以上 中 下呢 代表 青年 中年跟晚年 好 如果以柯P的面相 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他的面相的晚年 坦白說沒有這麼理想 為什麼呢 你看他的人生呢 最好的 這一個階段 是在中挺的部位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從山根這個位置呢 大概面相的流年公位 來看的話是41歲開始 他會開始起大運 然後這個大運呢 走走走 走到這個地方 其實他人腫也很美喔 也是很長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尤其到這個 嘴唇下方這個位置 到沉江大概61歲 從這邊開始你會發現 他整個下庭呢 都是內縮進去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這個頭啊 很大 額頭很大 下巴這邊很內縮 代表呢 老孕確實沒有這麼理想 那會影響哪裡呢 會影響到他的這一個 健康的部分 你看他這個法令紋 但我是看照片啦 沒看他本人 如果你照片的話 他的法令紋呢 已經疼舌有點入口的感覺 疼舌入口 有一點 有沒有 疼舌入口 你怎樣 什麼 就是法令紋啊 好 法令紋一般是從這邊 從這邊往下 對 可是如果你法令紋 是從這邊 然後他就拐到嘴巴裡面 是 就疼舌入口 沒有錯 會怎樣 會怎樣 就是健康要注意 然後是非也會很多 是非啦 就是講話 講事情 其實柯P的面向來講 他是先天帶福報還滿 那個福澤還算滿神的 為什麼 你看他耳朵 其實還滿厚實的 就是耳朵看一個人 先天福報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想要這一輩子 都可以有逢凶化吉 冠冠難過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 這樣的一個面向的潛在特質 可是因為很可惜的是 我們現在看的是老韻 老韻的話 因為他下巴本來 就比較內縮一點點 你看他側面是內縮的 如果他的這一個 法令紋可以 不要這樣 疼舌入口的話 他是長一點的話 到這邊 讓他可以補到 他面向的不足 你看他從41歲開始 一直到這個中庭 他的人生的 不管名望 錢財 我覺得在這段累積當中 是累積得還滿迅速的 可是到老韻的時候 他確實這個地方 也會影響他的子女 子女運 還有他的健康運 都會影響到他個人的 老韻的生活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面向當中 如果真的要補起來的話 還是要 真的我覺得每一個都一樣 笑口要敞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嘴角是下垂的 所以嘴角下垂的人 他到後面 他就會承接不住 這樣的好運氣 對 所以變成說 他的是非 會一直接踵而來 對 但是我覺得 以他的個性 說實在 因為他的眉鸞骨 還有眉毛比較稀疏 眉鸞骨突出 他個性是滿剛硬的 他看起來很柔柔的有沒有 但是其實他還是 很剛硬型的 所以我覺得他現階段 要如何化解他的危機呢 我覺得就是 你就棒好嫩的好 對 你就不要再硬碰硬 然後疑亂即死不需要 你就是真的就是放軟 或是假設有什麼樣的瑕疵 你就很勇於的去面對 或者是去承認 我覺得或許呢 你的這方面這一關過了 其實還五年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好走到這個地方 他現在是虛摧66嘛 走到這個 嘴唇下方這個地方 左邊這裡 這位置呢剛好 有沒有 有比較多的一些 可能他皮膚沒有顧好嘛 坑坑巴巴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呢 剛好就是一個 我們講面向的窟窿 對 所以這邊就是有個線嘛 有個線的話代表說 如果你要跳脫這個窟窿的話 真的就完全看你的態度 怎麼去對應它 所以這個真的還是 如果這個題目是講老運的話 我覺得他的老運是沒有那麼的 目前看來是有比較多挑戰 所以我覺得柯P的面向 就先提供大家參考 我去看力 Grenade 有一個人是渡過的